510的废斯数列 这个主要是 它有个废斯数列 它有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看这个结果的输入输出 假设输入10的话 他希望能够看到结果 你会发现开头一定是0跟1 OK 开头一定是0跟1 然后后面的话 就把前面两个数字加总的结果 放在他的后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 这个假设是n1好了 这个是n2好了 我们可以把n1加n2的结果 变成后面的数字 可以变n3 然后再来的话 再来就下一个 所以如果假设变成n3 后面的话变成说 你一定要把位置要变更了 就是说本来是 2的话变要变3了 n3了 然后1原来的2变3 然后原来的2就变成n1 就是一个往后地骨就对了 我们如果最后希望把它串切输出的话 串切的话中间一定加空白 有没有 数字跟数字加空白 然后最后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有个概念 就是说文字的串接 串接加号码 s等于s自己串后面的东西 一直串串串串串串串 就可以把最后的结果给串出来了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一样 你最后假设输入10的话 就是34 这个所谓的废斯数列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Google一下 它维基百科 里面大概就用兔子来做比喻 比如说买了一对兔子 隔一个月之后才能够再生小兔子 然后小兔子出生的话 又一对 一对又可以再生兔子 OK 然后就要一直生 一直生 就可以繁衍 多久之后的话 它才可以看到 比如说多少只的兔子 比如说10个 假设了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概念 因为我第一个想到说 兔子跟兔子是怎么样 就是会近亲繁殖 会不会有那个问题 或者是说 难道这么准一个月会生兔子吗 对你要叫他生就生 他又不是机器 对不对 就像人一样 现在出生率这么低 你说像现在长辈都很喜欢问 小孩子如果 晚辈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每次说 最近怎么怎么样 很喜欢问 当然我在PTA常看到 就是晚辈最喜欢抱怨说 每次过年的时候 最讨厌遇到长辈问的问题 第一名就是 就刚刚那个问题 很讨厌 所以有时候都不太 像我都不会一直为人家讨厌的事情 所以尽量OK 除非他愿意讲 愿意讲 然后我们就就讲 而且那个PPT 其实我蛮喜欢看那个PPT上面 有关这方面 年轻人出发的 而且年轻人最喜欢问说 我的年 我的月收入多少钱 这样子到底合不合格 OK或怎么样 底下就一堆 哇就盖大楼了 OK 一直接下去讨论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观念 你愿意多赚一点 你就多赚一点 你的生活如果想要 物质生活好一点的话 OK 另外让我想到 真的有一个岛 在日本的广岛 现在有个岛 就叫兔子岛 那个兔子岛里面的话 整个全部都兔子 所以你一上个岛的话 就要准备一些兔子爱吃东西 然后他就一直跟着你 其实之前去的很想要去 路途有点遥远就没去 就有点可惜 OK 那上位真的 那之前那个兔子 主要其实他会这么多兔子 就是因为 刚开始是为了要 他们以前好像要 那个 测试那个毒气的 所以要养很多兔子 我印象中是这样 OK 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在广岛那附近有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岛 忘记了 所以要怎么去 产生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他要的讯息是这样 有没有 第一次是零 前面都一样 所以如果输入十的话 他就帮我产生十个数列 所以 也许如果兔子的话 等于是说第十个月的话 那会有三十四对 那如果二十个月之后的话 应该就会有这么多对的 四千 一百八十一对的话 那这样子不断繁衍 那蛮可怕的 OK 如果假设他是可以很正常假估计的话 OK 那这要怎么去产生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程式我先弄一下 这个程式不多 十行而已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程式写完之后 我们来弄一下这个结果 输入十的话 有没有 他就是先输入这两个 然后呢 再在两个 这两个的后面 就是把两个相加的结果放在这里 再把这两个相加的结果放这里 有没有 以此类推 这两个的结果放这里 那要怎么样 刚刚好 这两个的结果放后面 OK 然后中间要空白 OK 要怎么写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讲没有标准答案 你其实可以用自己习惯的方法写都OK 不过这里可以想见的话一定要有个回圈 回圈 那可是回圈要好几次 这个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然后回圈里面的该做什么 基本上就是互相串接 串接完之后输出 OK 串接完之后最后输出 要怎么做 另外的话如果输入20 你看这20 Enter一下 好 那这最后的结果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讲过 你们可以看一下 刚刚的结果 其实它有固定的规则 所以我们把固定规则 把它找出它的规律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 它一定会有个input 所以input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input的10好了 那我就丢前面加一个变数 叫number 或者叫n也可以 这个名称没有意义的 然后你可以写 这个变数名称你可以写长一点 没关系 你写短一点也没关系 主要是你自己认得就OK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整数 所以前面用int 丢到前面去 后面的话你会发现我增加两个变数 一个n1一个n2 然后分别 因为初始值呢一定n1一定是0 那n2的话一定是1 所以1跟2先把它放进去 这样要做什么呢 把这两个做串切 所以第一个因为我要先输出这两个 0跟1嘛 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两个先串接 那串接的方法就是先转型 这个n1串接一个空白 再加上n2就可以 当然这上面的写法我讲过 你也可以用format format的写法应该还记得吧 你如果不写这样也OK 反正这个地方 看习惯 你可以 先说 如果建议你还是把format 可以写一下 第一个大刮虎 第二个大刮虎 后面的话加 记得中间串一个空白 然后后面加一个format 刮虎 然后两个的话你就把第一个n1 先放进去 再把n2放进去 这样的话 把它丢到s里面的话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OK 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相对起来我觉得 应该会比上面的写法 来得异于了解 我自己习惯我发现 而且比较不容易写错 我发现 当然可能你们要熟练 OK 因为上面的话会不断转型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产生一个s 这个s的话 后面可以一直串 先串0 空一格1的 有了 后面的话 必须还在空一格 然后再把两个相加 两个0加1 那等于什么 等于1 所以我要怎么串 那要跑几次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从0跟1已经有了 所以后面的话 等于是 如果range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要再从什么 从 如果范围的部分的话 那理论上 因为我们总共10 这个输入10的话 理论上就是要10个数字 那0跟1的话 已经跑到两个了 那再来的话 应该是3 到10 加1 因为range的话 是停下来的位置 所以我们for i inrange 然后避开0跟1了 所以从3开始 OK 就是 第一个 第二个已经用掉了 再来的话 后面倒点 number加1 OK 范围先给他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 把n1跟n2相加 就是0跟1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之后 放到n3 所以又多一个n3 后面的话 必须怎么办 把它串在后面 怎么串后面 刚刚已经串0 空格1 然后后面的话 必须要加什么 空白 再加那个n3 所以 空白加n3 所以把n2加n1 加完之后放n3 然后s等于这个字串变数 加上串切 先加一个空白 再加上那个n3 把它串在后面 所以串在后面的话 就是0 1 1 1 OK 就是串的 但是问题来了 那之后怎么办 所以后面的话 你可能要 再把什么呢 再把 后面的这个 有没有 所以现在的规则是 这个0是n1 这个1 这个是n2 这个是n3 那我必须怎么办 再把 因为将来这两个要相加嘛 所以必须怎么把2的部分先丢到1里面去 再把3的资料丢到2的里面去 盖掉 OK 顺序不能颠倒 你要先把n2的东西先丢到n1里面去 你不能直接先把n3先丢到n2 那盖掉 那你再丢到n1那就错了 所以记得顺序不能乱 先把n2的东西先丢到n1盖过去 那写法就这样 n1等于n2 意思是把后面东西丢到前面去 然后再把n3的东西丢到n2里面去 所以后面的话 现在就变成刚刚是01嘛 那现在的话变什么 变11了 那再来下一个的话变成12了 再下一个的话呢 就一直往后了就对了 再变23 那加完之后就变后面的数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做完之后的话 那一个一个的就把它串在后面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子全部串完 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程式吧 所以这个就先串什么呢 所以输出的话呢 理论上它会先n1 这个0跟1先输出 然后再把1输到后面 空白嘛 这个有个空白 加上n3 就是两个相加的结果 这两个相加之后是1 放在这里 OK 那好了之后 然后的话呢 再来怎么办 再来就把那个n2 这个1的部分放在n1里面去 然后再把这个1的放在这个里面 OK 这两个数字 再把它相加 一之类推 那这样的话呢 总共跑10次了 所以10个数字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最后就把最后的串接的s把它print出来 结果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假设执行 当然如果执行10次的话应该比较简单 OK 所以总共应该可以看到 总共应该10个数字到34 如果说我今天输入的是20的话 OK 那以后一直延伸啦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越后面的数字就越大 因为前面加在一起 累积到后面去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不过这一题一样 会需要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OK 那它怎么把它改制定 一样 总共一样是四个动作 所以题目我看 应该理论上都会有叙述吧 它说最后的话 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制定函数 有啦 compute 所以你会发现都一样的compute 那我们改的方法 也是四个步骤 我们最后把它改完 DF 然后这边一样 一样是叫compute 刮弧 然后呢 我必须要传个参数 传什么参数 传number好了 OK 传这个number 然后冒号一下 Enter 两下好了 然后再把中间的 这一串 除了输入跟输出以外的东西 搬到 这个自定函数的下方 然后把它按tab 下一切 所以这第二个 一上面建一个自定函数 二把计算的部分放在中间 三的话呢 就呼叫它 呼叫方法的话 就把这个compute number 这个Ctrl C 贴到这个S的地方 但因为目前的话 没有return 所以最后的话记得 记得要在这个 这个for的同一阶 而且同一阶记得 你不要多一个空白 像刚刚我的同学 就是好像多空白 也会出错 少一个空白也不行 反正呢 这个蛮严厉害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几个空白 我教各位 就是你先把它倒车到最前面 按个tab 咦?tab怎么这么多? 如果太那个 跑到里面去 记得按back OK 按一个tab 变得跳两阶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return 所以第四个步骤的话 就return OK 然后呢 空一格 X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把串接完的这个自串结果 把它丢回来到这里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也是四个步骤 应该都记起来了吧 一 这个第一步 二的话呢 就把中间的东西 把它从这边搬到这边来 然后按tab 二 三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print 用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三 四的话呢 就return 其实还蛮好记的 所以你多做几次的话 应该都记起来了 制定函数 所以第五类 它主要就考你那个制定函数 生产数量 当然你不能过度生产 当然你也不能生产不足 要怎么样 可以估算说 生产大概多少时间 多少数量 会是比较刚好 OK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废式 废式数列的部分